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水、生长的所有木头都很轻旷 地很深 很深层的地面就能够培育出兰花、桂花 上发的很多的芬芳 其实这句话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形容一个场景 但是有时候呢也是一种反射到我们人间的百态的中间的感受 那我们今天试试看我们用一个这样子以蓝以贵来表现的一个作品来试试看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花器呢 我常常在佛心花海里面用它 它的感觉呢 很稳重 那也很端庄 然后它又带着一种优雅 那芳芳的 可是在芳中又有一些些微微的变化 所以也很符合这种 我们再插一些比较像兰花、桂花这种气质很高雅的花柴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这个花呢 我们怎么样来插座 那这个瓶口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一点做成这样的三角形的 就是说有一点现代感的感觉 好 那我们呢 想要来插一点点的松针 跟一些蓝草 让它来表现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常常讲说呢 长工者贵 或者说呢 松啦、贵啦、梅兰、竹菊啦 四君子花 像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苏栽啦 我们常常会插上像这样的花 或者有时候我们在供佛 那在禅堂里面 也希望插一些品德很高尚的花 好 那比如说呢 我想加一枝的松的话 比如说呢 像这样的一枝松 那我这样把它放进去呢 它有时候会摇摇晃晃的 因为我们知道松有时候取得是很不容易的 那有时候我们又舍不得 一下子把它剪很长的 下来用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 我用一枝这样的 一个海芙龙 来帮忙做架构 所以这个海芙龙真的是很好用 好 我们试试看 什么样的角度 可以让它表现得很好 那感觉也很有特殊的感觉 好 现在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哇 这一枝海芙龙叫在上面呢 好像要飞起来的感觉 所以感觉是好像 藤芸架雾的感觉 凌空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很很棒的一种feeling 所以有时候在插发中 诶 觉得刚好有个角度架得很好 那也觉得好开心 好 那我再慢慢的把这一枝的松 我把它放进去 刚好运用这一枝木头 它自然的一个形成 那我把它架上去 架到这个上面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角度 好 那它呢 让它这个松针有点点微微向前 所以有很多的花财呢 我们不但可以重复的运用呢 而且运用之后的那个效果呢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好 我让它这个松针呢 一直往前一直往后 因为现在的松针有点卡在一起的感觉 好 如果它不能够 一直往前一直往后的话 我再把它减少一点点 好 好 那 我现在呢 配合这一个海芙蓉呢 让松呢 这样子轻轻的平出过去 然后呢 我希望呢 能够呢 有它的前颈跟后颈 前颈有一只松 后颈有一只松 这样子的感觉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譬如说 像我手上有一只这样的松 但是它是这样有点往上伸长的 所以呢 这一只松 如果说我要做这里的感觉 那它 因为这个往上翘 所以我需要稍微的 折肢它一下下 好 那我把这个 减少一点点松针 其实这样的松针呢 我们平常都不要把它剪掉 不要把它丢掉 像我们有时候到日本的料理店里面呢 我们会发觉呢 它会在上面撒一点点松针 都是很名贵的 好 那我在这个小小的铁丝上 稍微折肢一下下 那譬如说呢 我现在用一只 24号的铁丝 好 那我把它 烙在这一个 这一个松 松枝上 那也是一样 把它一直拉直 然后一只呢 这样子 好 绕下来 那松本来是一个 很脆的一个汁哦 我们每次呢 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都 每次要擦松的时候 我特别 都会跟学生交代说 铁丝一定要上好哦 不然一折下去呢 那个松呢 就断掉了 不过细枝的松针 还算可以 譬如说 我现在像 现在这样子把它 把它一直拉直 然后一直这样绕过来 如果我能够再上一下 Tapu 我稍微加一下 Tapu 给各位爱华的菩萨看一下 因为Tapu呢 它会有一个韧度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 在折肢的时候 它就更不容易断 那这样就更安全 所以呢 有时候这个手续 就一个一个 一道一道的慢慢来 譬如说 好 像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会发觉到 好 现在各位可以看 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它就不容易折断了 好 那我把它稍微再折一下下 好 然后 我们今天放在一个很长的电板上哦 因为我自己在插花的时候 然后呢 我很注重这个台面哦 这个桌上的台面的感觉哦 因为如果一个这么美的一个花器 然后呢 哦 你很随意的就把它随便的往 哦 哦 哦 乱乱的地方一放 哇 那干脆就不要插花好了哦 所以 我觉得呢 自己要怎么样 喜欢插花呢 不是只有 呃 爱花而已 就是包括整个 空间哦 都要把它布置得很好 好 好 那我让这个 松针呢 微微有一点点往下 有一点点呢 稍微低于 呃 这个 花器的感觉 好 再少一点点 不过呢 哦 因为 很奇妙的哦 中国人讲松柏长青 这个松呢 越到了冬天 它越漂亮 哦 那现在因为是夏天哦 所以它没有办法 是这么的美 不过也还OK 哦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松针它附在这个 花器上面的感觉 然后我后段 再加一只的松 哦 像这样的松 因为虽然小小一只 但是得来不易 哦 我都是在盆栽上面剪的哦 所以呢 一般人是不会剪这样的一个松哦 来卖给你的哦 那 刚好有盆栽 那最近夏天又长得很密哦 所以我就把它剪下来一点点 好 好 我们再试一下下哦 好 因为这一个海芙龙 有一点被我动到了 我希望它比较 往上的感觉 好 那我们再慢慢的把它调一下下 好 然后把角度再调一下下 好 我们再试一次哦 好 那我们把这个松呢 让它 再调一下下 然后这个海芙龙呢 也让它有一点点 还是有一点离开那个花器的感觉 不要是 好像 它掉下去的感觉哦 好 那 在这个上面呢 因为我们表现一种 幽兰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一点点的青苔 不过在 还没放青苔之前呢 我先放一朵的兰花 好 那试试看这一朵 我今天准备了三朵兰花 那我们来试试看 哪一朵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好 我先我先可以试一下这一朵 其实这一朵呢 我已经买它好久了 已经用了好久好久了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 到场要做 供花用的 要做那个败栽花用的 然后我就试买了 试看看这个花 耐不耐 好 好 这样一朵 其实呢 这样一朵的这个 蝴蝶兰上去呢 感觉就很好了 那我又刻意的把这个 很多老师呢 因为很多的 那个雪花的人呢 也都很喜欢把那个 就是 兰花的 精部的地方 也帮它露出来 那感觉很好 好 那其实有了这个兰叶之后 我想我就不要再加这个兰草了 不然 如果有时候 如果你买到的是切花 譬如说 你可能是这样一朵花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加这个兰草 搭配在一起 效果也很好 但是因为我今天的这个花呢 它上面 已经有这个 就是蝴蝶兰自然的这个叶子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加 不要再加那个 叶子了 好 那 我在上面加一点点青苔 这个青苔可以做一点点的效果 好像那个空谷幽兰 因为我们知道呢 孔子曾经说呢 兰生离幽谷 不应无人而不芳 所以 君子呢 君子守节 也不应为穷困而改节 守道不应穷困而改节 所以他 孔子借由兰花呢 生长在 山谷里面 或者甚至有时候 它跟杂草生长在一起 但是它还是很自然的散破出芬芳 来教导我们 就是说 我们不因为 不要因为 有环境的一个变化 然后变成改变自己人生 该有的一种目标跟方向 好 那在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加 两个这样的一个杯子 比如说呢 加个这样的杯 两个杯 好 那在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垫子上面呢 再加上一点点的兰草 一点点的松针 落在桌面上的感觉 那它是很特别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来 亲供 就是供在 菩萨前面 像我们现在的佛堂都不是很大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就是供在佛前 那也可以放在家里的角落 那觉得 赏赏松针 看看兰花 觉得它很优美 很优雅 不过今天的这件作品 我们先欣赏它以下之后呢 我们再跟桂花做一个搭配 让这个桂花的 这个很高贵的气质 跟很芬芳优雅的兰草之间 相得一张 让它互相的搭配 好 那接着我们这个兰幼贵妇 就是形容兰花的优雅 那桂花的一个芬芳 那我们知道呢 桂花以前在 各种花 经典的记载呢 它是属于就是说 品地很高的 那最重要就是因为 它有着 香味 所以我们说 兰幽贵妇 其实妇就是一种香气隐瞒的感觉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 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盘 那这样的盘 其实是我们一般 拿来种盆栽的 这样的一个紫砂 那这样的紫砂呢 以前是很受喜欢的 不过现在紫砂呢 比较 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价钱 那有时候对我来讲 这插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种紫砂呢 其实它也很特别 很好用 那我今天同样的 我在这个紫砂上面 是很快一块这样的 一块海芙蓉 因为我很喜欢用自然的架构 不要经过建山的插座 那怎么样 去善用植物自然的一个 枝条跟感觉来插座 那今天我剪了一只这样子 很大枝的 很老枝的一个桂花 那桂花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吉祥的花财 所以中国人在很多人的 家里的进门的地方 其实是苏州园林 它都种满了桂花 就是说代表了桂气 那我们有金桂 银桂 那代表了军意满堂 所以呢 我们从小呢 在家里的 从以前呢 就在家里会种桂花 那很多人呢 在结婚的时候 比如说嫁女儿的时候 娶媳妇的时候呢 也会有桂花 因为希望呢 我们娶进来的媳妇呢 是很桂气的 所以呢 也会加上一个桂花 好 那我现在试着呢 把这一只桂花呢 好像它也是千年的老树一样 据说呢 桂花的 那个 它可以生长的时间是很长的 也就是一颗的桂花 它生长的寿命很长 所以日本人觉得说呢 桂花也是很吉祥的花财 那中国人自古以来呢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好像一直都在想一下 在月球上 在天宫中呢 有这个桂花 所以我们有那个 嫦娥奔月啊 吴刚法桂的故事 所以桂花呢 它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中 就是好像神仙之树 神仙之花的感觉 好 那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 怎么样让它很自然的把它卡住 好 这个角度有一点不好 那没关系 我们在有点不太能够卡住 那我试试看这个角度看看 那个桂花有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它呢 一般来讲它不太会落叶 就是叶子不太会落叶 好 这样子感觉卡住是很好了 不过最高的这个桂花 因为它有嫩叶 但是呢 这个嫩叶 会有一点点遮住我的脸 但是 这样子我还是把它剪下来好了 不然 我们这个空间没有办法应用 好 把它剪下来 好 让它是比较平的 那这个地方我也没有把它剪得太短 因为剪太短的话呢 它跟我的海芙蓉之间的固定就比较不好 虽然刚刚看到它有一个这样的嫩叶 很难得 那可是呢 因为它的高度刚好会遮到我们的我的脸部 好 那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随身的这个因缘 好 所以我们说人生呢 要懂得 珍惜因缘 把握因缘 也创造因缘 好 那 我们把它这个桂花的叶子呢 好 那桂花的叶子呢 它充满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 所以 很多人觉得说 因为我们讲说 它很贵气 所以有时候如果 我们在口袋里面 放一点点桂花的叶子呢 都觉得 好像有一点保护的作用 那桂花呢 自古以来也被认为是神仙之素 所以 我们讲一句话说 人家考试考 希望祝福他考得很好 我们说希望他能够禅功者贵 就是用这个桂花来形容 那 在那个储词里面记载的呢 那个屈原呢 他也非常的爱桂树 所以他种了好多的桂花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感觉 好 就这样很顺着 这个枝梗过去 这样的感觉 好 那我在下段 我来加一点点的叶子就好了 我想我也不要加其他的花材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来优贵妇 好 所以 虽然我准备了一只的杜鹃呢 但是我想我还是不要加杜鹃好了 好 那我整个花还是以兰花为主 那我加一只的兰草 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好 我也不加 不要加太多的剑山 好 那尽量都是用很智能的感觉 嗯 但是 不过我要 因为要加这个 这个兰花 所以我还是要用一个小小的剑山 好 那我试试看 有没有一个剑山 可以让我加在上面 好 刚好有一个剑山 好 但是这个剑山呢 因为它很大 所以我先用一点点的这个 青苔呢 把它遮饰一下 先给各位爱花的菩萨先看一下 好 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不加剑山的话呢 它一个这么大的剑山 各位看一下 就有点不太好看 很大的一个剑山 好 那我现在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这样折起来 它就好像那个地上呢 那个很自然的 那个地表面的感觉 就很特别了 所以在插花中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运用 表现男幽贵妇 那这些花材呢 常常都是用来形容一个君子 君子就是一个很有修为的人 所以中国人也讲说小三重贵 就是讲说呢 还有讲说呢 形容那个很多有修 很有内涵的人 都是以贵花来形容 比如说有些人隐居在圣山里 我们就说它是小三重贵 好 然后呢 我把这样的 一个青苔呢 给它放一下下 好 那我想今天除了这一朵的 兰花其实不要太多好了 我还是用少少的 这个一枝兰花就好了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枝 好 那我再加一点点的青苔 我把刚刚呢 有一些修剪的地方 做一点点的修饰 让它延伸下来 那就好像表现呢 在深山旁边的角落 那个淋水边的地方 那有一些很高雅的一些树 在这个同时呢 它也生长着 那我们等一下把这两件作品呢 让它结合在一起 来表现一种 兰幽贵妇的一种气质 好 那我们在欣赏完这个兰幽贵妇 这样两个作品和 唯一的一个空间中呢 其实我们常常在赞美一个人 说他呢很有才华 那兰幽贵妇 那除了这个才华之外呢 我们其实我们也要常常的 多多的修福报 我们那天讲到了一个公案 也就是呢 时来封诵藤王阁 那运气雷劈剑王碑 也就是说 当你有的好的一个福德呢 就像我们那天介绍到 当时王伯呢 很想去到藤王阁 跟他的父亲相见 那其实是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 可是借有一个顺风呢 他就顺水而下 结果呢在一夜之间 一天一夜之间呢 就到了藤王阁 那真的是 就是因为过去生的修行 那风都会帮助你 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的 这个 这段那个公案的下段呢 他说 运气雷劈剑王碑 那这段 是这样子叙述的 也就是说呢 当时呢 范仲淹 因为看到有一个秀才呢 好像也蛮有才华的 可是他为了生活很辛苦 常常在路边摆摊子卖东西 那范仲淹就很舍不得他 就跟他说 你也很有才气 那这样子好了 我家后面有一个剑王碑 那你就去踏那个碑 然后呢 把它卖 拿那个去卖 那你就不要那么辛苦 为了生活 那么辛苦了 那那个秀才书生也很开心 可是没有想到 当范仲淹当天告诉他 愿意这样子做的 让他这样子做的当天呢 没有想到天下一阵的大雨 就会打大雷 那个雷呢 就把范仲淹家的剑王碑 剑王碑呢 给劈坏了 结果那个秀才呢 就没有办法去踏这个碑呢 来卖过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虽然人很有才气 但是我们不能视才傲物 还是要懂得 多多的修福报 然后才会发觉说 有时候你有修福报 你累积的福的因缘够了 那天都会助你 风都会帮助你 可是你的福的因缘 累积不够 即使你再有才华 那即使呢 雷雨他都不帮你 都把那个杯给打破了 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因缘 那我们借由这个兰幼贵妇 我们要学习自己 不可以视才傲物 也不可以因为自己 懂得一点点的理法 或者懂一点东西呢 然后就供高我慢 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讲 贪嗔痴慢疑 这是五毒 那借由兰幼贵妇 我们也来思考一下 这样的人生 好 那怨慈香滑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逊众生 共祿佛字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4月29日 1月30日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之后说根本没有一个我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我的存在就像那个花 它只是暂时了几天 它就凋谢掉 这个花 它离开太阳 离开土 离开水 它根本不会活 所以这个花 它就是太阳 就是土 就是水 它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各位要相信 花跟太阳跟水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假的名字 因为花就是太阳 太阳就是花 水就是太阳 只是我们很喜欢用名字 把它说不一样 它不能说 一切就是暂时外表不一样 花这么漂亮 肥料那么脏 是啥花将来也就肥料 肥料变好 它还可以开花 它是一样的 平等 肥料变好 心善命词 肥生命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